讲开心的事 以下才来慢慢的hot起来比较好 大家进来了 谢谢你 谢谢 谢谢 大家晚上好 我们今天讲 第一个讲开心的 就是卡拉OK 恭喜卡拉OK重新开张 今天起重开 卡拉OK包箱 爆满之六月 受访业者 辛酸苦辣 终熬过来 就是 当然也不只是卡拉OK 包括那些夜店 夜总会 但是我们以卡拉OK 作为一个 请愿 因为卡拉OK真的是 普罗大众都去 那些夜总会要 喜欢声色前马的人 比较适合 要谈生意的 或者是 大家明白我的意思 舞厅 去bub 去disco 每个都有不同的 爱好群 但是最简单 最普罗大众的 就是卡拉OK 所以张大哥一直说 卡拉OK包 这个 生意 完全没有办法 所以 今天他们开始 很开心 那我也 指出其中一个老板 叫Dio Heng 我跟他没关 没戏的 没关系的 但是我知道 他是拨嘴卡的 人民行动党 公民咨询委员会 但是 一事归一事 我们谈卡拉OK 他是这样 是他的事 就不需要因为 他是拨嘴卡 所以我觉得 我们网友 要有一点 怎么讲 风度 本来我过去 也是没有风度的 现在我慢慢觉得 很重要 因为我还是回到 政党政策 从这个角度来看 你喜欢不喜欢也好 每次选举 决定 新加坡选举 胜和败 绝对是中间那一块 你永远记住 这句话就没错 所以 Dio Heng先生 他经营14间 卡拉OK 我欣赏他 第一 他不卖酒精 就适合很多人 也不容易拿 你该来生要还 但是主要 他不要喝酒 就是酒会乱性 怕在卡拉OK里面 会乱 也是好 最少适合普罗大众 老到 咸泥到 KGB房 庆祝甚至 你可以带食物在里面去 他只提供饮料 我就不知道 你不可以带饮料进去 应该可以 你不要用他的饮料 他主要是赚你 每个房间的钱 其实 他这种 经营概念 就有一点 有一点像 开旅馆 但是这个旅馆 不是给你睡觉 是给你唱歌 也是蛮聪明的 但是他14间 因为这个疫情 只剩下4间 我知道一间就在我们乌栏这边 我们乌栏这边 这个Costway Point 另外一间 我知道他在 新达城 那间很大 那间有 19个厢房 包厢 这个乌栏好像没有19 然后还有两间在联络所 一个在后港的 一个不在哪里 14间只剩下14天 我亲眼看到 在新闻的访 访堂那个经理 张玉清 他在接受访问 关于要恢复开张 我告诉你 那些 主播 这个是主播 问问题 当然不怪主播 是怪写稿的人 你问那种 很愚蠢的问题 是 很值得开心 但是这个是苦尽甘来 你问的问题 感觉 给人家感觉 好像不当一回事 人家心里在滴血 两年的疫情 从14间 变 剩下4间 根据那个经理 亏了接近1000万 看官们 1000万 所以现在 苦尽甘来 张大哥直播世界 还是大力的推荐 如果你要去唱卡拉OK 这个卡拉OK 值得你支持 不要去管他 拨嘴卡不拨嘴卡 你看那个经理 他被问 说 问一些 他们问了一些问题 我忘记 但是我 当时我知道 很 很不得体的问题 你可以看得出 他那个经理 整个脸色 苦笑 苦笑 你不当一回事 我当一回事 如果 我相信 如果在 在关 疫情在 如果继续拉 持续没有 开张的话 我看很多人 就 升百期了 留下4间 留下4间 要给租金 看官们 政府没有给你给 他只是帮助你 东小企业帮助你 那 1万块 是多少钱 救不了 救不了 你说 所以现在 现在不止是他那些 有跳舞的那些F&B 那些舞厅也开 但是他们说 现在的条件是什么 你可以营业 但是顾客要做 那个ART test 要专人做 第一 第二 都戴口罩 唱歌都要戴口罩 当然 如果你在这些酒厅里面喝酒 他也不用戴口罩了 那讲话 喝酒讲话 我不懂 执法人员会多严呢 故意去 去严格一点 他们也很辛苦 跳舞 他们有些是不要 关掉 宁可把那个舞池关掉 我刚才跟张巴姐讲说 唱歌要戴口罩 他已经做眉头了 我说跳舞要跳口罩 他说什么 你刚才说什么 你说跳舞要戴口罩 你刚才说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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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像不是讲这句 他当时讲一句很好笑 真的要忘记 总之 就是说 真的不可思议 然后有人要去 跳舞exercise 戴口罩很痛苦了 所以 戴口罩讲话都很痛苦了 还戴口罩跳舞 然后全部自信 唱歌其实 戴口罩都很辛苦 当大哥 礼拜一天工作的时候 又要唱歌 但是我可以不戴口罩 唯一的一个 我可以 那是很辛苦 我觉得戴口罩很辛苦 所以 替他们开心 他们 做卫生 做消毒 尽量希望不要有任何的 任何的感染 你看啊 现在泰国很危险 他们破水戒 官方严禁 但是民间疯狂 根本不理的 所以你看到泰国新闻片 他们那些警察去没收那些水枪 泰国破水戒很好玩啊 每个小孩子也喜欢 泰国大人也喜欢拿着水枪射 不过那种水枪啊 我告诉大家 我知道他的威力 不要开玩笑 那射眼睛 眼睛会瞎的 我觉得啦 他的冲力很大 你会烙 会伤害你的眼球 所以以后 如果你看到小孩子玩水枪 像张大哥 我出去没有戴眼镜 真的要戴一副眼镜 很危险 但是他们担心疫情 就是这样 那中国方面 听说 上海方面 已经慢慢的压制下来 因为95%的疫情 2万多次 都是在上海 慢慢的压制 压制了之后 他们准备开放了 不可以不开了 也是辛苦了 有些国家已经开放 但是我是觉得 这些洋人国家 非常制作说 哎呀 要戴口罩 不要戴口罩 那新加坡 我觉得 现在这样是最好了 户外不必戴口罩 上面 没有天空的 屋顶下 你就要戴口罩 很简单的 不过我告诉你 我这几天 因为我上班嘛 出去回来 好像真的只有 走在户外 只有我不戴口罩 我自己都不好意思戴口罩 不过 舒服很多 真的辛苦 口罩拿开 但是 外面的人 真的很乖 新加坡的人 我告诉你 哎呀 真的很感动 你还记得几年前 从前 新加坡的社会 是没有人戴口罩 每个人看到戴口罩 每个都怕 因为你 你戴口罩 表示你生病 现在不是 现在我戴口罩 是因为我担心 别人有问题 是好事了 其实好啦 有时候我坐地铁 突然有人刻我眼睛 看他一下 口罩戴着 千万不要打开口罩 克首 那就麻烦 我说每个都很自动 每个都很好 我觉得 作为新加坡人 这个疫情很辛苦 但是在这里 张大哥还是呼吁 不要开玩笑 现在有口服的药 政府还在津贴 还在帮助 但是你如果不接种疫苗 政府是没有实行 说不救你 但是他可以跟你讨钱 可能到现在还没有 他还是让 不管你有接种疫苗 不接种疫苗 他还是 如果严重 还是提供你最好的医药 医药的治疗 所以我说 除非你特别原因 敏感 一些特别原因 不然赶快去接种 哪怕是第一支也不迟 其实第一支是最重要 第二支是加强 第三支是最佳 第一支有了 基础上就有好 尤其是现在下一个病毒 奥米克隆 下一个德尔塔克隆 那个就传得更快 轻微不轻微就不知道 对老人家来讲是很不利 所以我刚刚你没有打仗 希望你打抵一支 不会去的 因为这个病毒 很快 不过幸运是没那么严重 问题是 问题是 你没有打 你没有打针 你根本没有 这个能力来 抵抗 你没有打针 你没有打针 你没有抵抗你 你没有抵抗你 你没有抵抗我 上午拍自己的针 他说 平时 哎呀平时 我没有拍 我去那边 我跟人家说 我要拍头一支 不会 你去那边 你跟人家说 我喜欢 我看张大哥 直播世界了 我感动了 我来拍头一支 哎呦 你怎么都拍拍了 我跟你说 不啦 这也是为了节目效果 我真的 第一支 一定要去打 听张大哥的劝告 因为接下来的 Omi Delta Omicron 没有 Delta Crohn 传播力更强 真的真的 所以还是要小心 所以 大家想 那如果你从来没有接种 你 确诊了 你现在有抵抗力了 哇 我也啪啪啦 很黑哦 因为你的抵抗力 你本身的抵抗力够了 不需要疫苗都能够抵挡得住 那你全力了 鼓掌 你全力了 好像不需要打了是吗 我都不知道 这个有点乱 真的 我不知道 我是说如果你 你没有接种疫苗 从后到尾都没有接种 你确诊了 跟你全力 还需要回去打第一支吗 有 有网友知道就让 让我知道一下 好不好 你蛮厉害的 可以让我知道吗 如果像这种情形 需要 还需要打针吗 他已经痊愈了 已经确诊 但是他一中一支 一针都没有打 需要吗 还需要打 所以 很好 我觉得 这样的事情 就是大家 希望能够开放 卡拉OK可以唱歌 因为我觉得唱歌很重要 当大哥两年没唱歌 最近回去工作唱歌 唱一首歌 我整个船 所以我告诉我自己 现在在家里也是要常常唱歌 看一些歌唱节目 然后一起唱 帮助自己 不然 不然 那个 胸 胸 没有 没有唱歌 活动力不强的话 肺也是不好 肺功能 减低了 对身体不好 有些人常常问我 为什么你看起来没有那么苍老 我告诉你 唯一的就是唱歌 打了追加剂中 奥米克隆 没有后遗症 嗅觉未觉正常 打了追加剂 哦 我知道 我不是问这个问题 我是问 没有打 没有打症 确诊了 还需要回去打吗 需要回去打第一支吗 好 我在等于白兰 在告诉我们 更详细的时候 我们就看今天的 重要的一个题目 王寻才美国行 如果面对美中交易问题 是否选边站 Adam Abraham说 需要打两支疫苗 还是要打 不必打追加剂 但是 他还是可以不要打啦 但是就不能够到处跑啦 就是这样 因为他们没有逼你啦 不过我跟你讲 如果你确诊了 你好了 我相信你会打 因为你确诊很辛苦啦 应该 是不是 所以希望大家 那我 我觉得啦 我还是要讲上一次的问题 你有多少 3.8%的人 不要 借重 跟他们 选不选 人民行动党 选不选 工人党 选不选 PSP 应该是没有关系 如果那个人觉得有关系 那他自己的问题 好不好 没意思的 我觉得 上个影片 我讲了之后 有人私信我说 讲得很好 不是好不好的问题 Oxy说 照理上要打 要等90天 哦 要等90天后才打第一支啦 意思说 是不是Oxy 好 确诊呢 好了 要等90天 三个月后才打第一支 问题到时 有的打没的打 你也不懂 所以我告诉大家 看官们 你跟他打的很明快 哦 哦 呃 呃 呃 这种怕这样子免费 每次就跟他说 他说 丢了要打就不可以打 要等三个月 哦 这Oxy我说 哦 是 他说是 要等90天 哦 所以啦 你们看 哇等90天 你现在确诊等90天 就是5月6月7月了 哦 有时不等你了 迟早要收钱 一定要收钱啊 政府没办法一直帮 而且你你现在去那些 呃 接种中心 很少人的 最佳鸡这是自己有权决定 要还是不要 哦 OKOK 谢谢你 Hello 张大哥大姐晚上好 For me I think vacine is in our body cannot last forever 本来就不可以last forever 但是 有专家告诉我 啊 啊 怎么讲 形容一点啊 就是你的军队已经驻扎在里面 多少有一点帮助 哦 你还是有那个 疫苗 哦 那些好的 注锁在你的身体里面 病毒来的话 他还是能够一战啊 哦 不可以说完全没有 你要一个身体完全没有 没有这么快了 好不好 所以如果我们一直这样下去的话 到最后张大哥跟张大姐 我们的疫苗全部失效了 哦 再确诊 那那个是另外一个课题啦 哦 像我的大女儿 因为那时候她 她因为 怀孕生孩子 所以她延迟 她在第三针还没打 哦 还有人第三针还没打 所以 看哦 我们就看下去了 我们也 也还是要相信了 如果中了再打 烫体的力量更大 那位梁医生说 哦 中了再打 哦 那如果像张大哥那种 打了没中呢 故意去中 哦 我在前面已经讲了 我们 我们这一家子真的是 哎呀 很奇怪哦 张大姐和我一直觉得说 可能我们已经中了都不知道 因为有个时候 我们真的好像两个要 两个要倒下去 是啊 有一阵子哦 是哦 没有 全部人都有那种 喉咙不湿湿的感觉 但是 每天中ART都是没有事的 就是啦 每天都ART没事 但是都感觉上好像 但是有人说不是 真正中不一样的 要问 你们这些 这些过来人 包括 Ong Siwa也是 过来人就知道 是吧 Ong Siwa你有中哦 如果没有记错 所以 我有时 我说我羡慕你们确诊 真的讲这种话 给人家丢石头 但是 相当我们那种很 很矛盾 我没有沾沾自喜 我根本没有开心到 但是我也不要中 但是我 我矛盾 我心里很矛盾 我纠结 好不好 OK 你说 We are blessed that we didn't got Covid 我不可以这样讲 Sevestian 你要明白我是直播客 我不可以把这个当成一个statement 不可以 我不可以说 哎呀你们中啊 因为你们不黑啊 我黑 不可以 哎呀 因为我蒙福蒙恩啊 我的神照顾我 我不可以这样讲 不可以 这样是很 没有大理 所以我纠结是正常的 我去散发下是正常的 当然 你确诊 你感恩 因为你好了 你跟你的神 薄比薄比 好了 你信耶稣的啊 感谢主 医治我 感谢主保守我 都可以的 你确诊的你医好 我没有信主的 感谢主我没有信 但是我还是会好 我没有信任何一个 我信我自己 所以我会好 也没问题的 问题是 我不可以嘛 我们不可以说 哎呀 你们 我们 不要啦 所以 红西班说我有后遗症 我有听他讲对 是啊 你跟我讲你有后遗症 对对对 我有时记忆力不是很好 因为很多网友是信给我 是 你跟我讲你有后遗症 有些人腰酸固痛啊 有些人觉得 整天想睡觉了 没有无精打采 其实是影响他的 影响他的能力 我听到有很严重的后遗症啊 所以我也不想 我不想在这里讲 因为讲了之后 对你们那些确诊的人 又不大公平 所以不谈这个了 我们直接进入 重要的题目 就是王寻才美国行 如果面对美国 如果面对美中交易的问题 是否 靠边站 所以这边有啦 当然有谈 他说 王寻才 或 确认出任新加坡下任总理 确认出任新加坡下任总理 写这个华文字 好像也是有点 不大好听 跟张大街一样 不过这个是出名的 这个新闻 网络新闻是不错的 面对美中交易 会否 选边站 他说 现在新加坡 总理李显龙 未来的接班人 能选已经明朗化了 早前被推提是 第四代的领导人 财政部长王寻才 或确认 将成为下任领导人 多年来 新加坡一直 致力于美国中国 美中两国 维系良好关系 目前美中关系 冰封 未来新加坡 在王寻才领导下 会做出什么的调整 备受关注 我今天不是做 我不是做那种 很专业 很深入的探讨 王寻才在美国的 几个演讲 但是你们注意 他讲的东西 其实 就是张大哥先前讲的 他担心的 也就是张大哥先前所讲 人民币 一个阵营 美金 一个阵营 不喜欢美金的 就去美金 不支持人民币的 就 完全跟人民币隔绝 所以现在在 美国的股票市场 就是美国股票市场里面 最痛苦 最辛苦 最干苦 最干苦 就是那些中国的 投资公司 生产 生产 就是 在 在美国上市的中国企业 最痛苦的人 因为他们也担心 等一下被制裁 当然 美国现在是没有 没有理由去制裁中国 因为中国在俄罗斯的 课题上是保持 沉默 中立 不同意 不反对 就是这样 但是美国人 会不会一直挑 会 以他的个性会 他会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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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企业在美国 股市上市的这些 是很担心的 所以 最近 你看股票的那个 他们的中国的股在美国是 很辛苦 每天 行情不一样 天天都是喊狼来了 天天狼来了 不懂每一只狼 才是真的狼 很痛苦的 因为要 要好好的把你的生意做 但是 你的生意 股票应该根据你的生意 根据你的表现 但是 有些股票不根据你的生意 你生意好是你的事啊 股友们给你的钱 全部要拿回啊 全部撤资啊 你就麻烦了 所以 会不会面对打压 很难讲啊 所以这些 所以这个美中的关系 其实 王寻才 这个未来总理有 其实将来 担心的是 大家 回到自己的 就是把生意 不向外发展的 回来 巩固 因为非难 非常时期嘛 然后 成为两个 对立的 市场 大概是这个意思 所以我就讲了 将来一定是这样 美金叫美金 人民币 跟苏联的 绑在一起 一些人 一些国家就 走这边 一些国家都走那边 甚至我告诉你 联合国可以变成另外一个 另外一边也有一个联合国 从原来的联合国 退出 参加另外一边 会的 如果中国觉得 一直被打压不公平 他就 退咯 他一定是靠苏联 靠俄罗斯 但是我们今天的总理 迎接这个新西兰的女总理的时候 还是强调 两个人还是强调说 对俄罗 但就是要制裁俄罗斯 抗议 说他侵略 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当然如果你这样的一个 一个statement 其实是没有错的 因为的确是一个国家 你去打另外一个国家 所以俄罗斯是 应该被制裁被谴责 但是张大哥的立场 又很清楚 你制裁谴责 你制裁来谴责 你要制裁得得体 你不要把人家的 除非你证明那个企业公司 跟俄国的军方 政府有勾结 involve在这个乌克兰战争里面 不然你去制裁人家 你把人家的钱冻结 把人家的生意全部冻结 你这个打抢 不对 现在 这些欧盟的国家 他们开始面对制裁 受到不必等反制裁 他们制裁俄罗斯 自己受到影响 为什么呢 没有油 没有天然气 生活更长 所以他们说回力枪 回力枪 回力枪那种 在澳洲玩的那种 L字型的 那个叫回力镖 什么 你打出去他就 回来 回力镖 回力镖 会回来打到你 你当然会拿住 现在就是这样的一个事情 那其实我在我前面影片里也有讲 孙子兵法里面的最重要的一句 一开始 我不会念 我今天看节目 对不起 但是他就是告诉你 打仗 打仗绝对不是 兵法里面 其实 最聪明的兵法就是不打仗 或者叫回力棒 回力棒 大概意思也是这样 就是你最高境界的兵法就是你跟对方是以和平相处 不是打仗 那如果打起来就要用孙子兵法里面的一些不同的兵法来解决 没办法 所以打仗不是解决方法 所以你说 我相信中国也是熟悉孙子兵法 他们不会随随便便发动战争 除非你踩到他的红线 比如说台湾宣布独立 那一定打了 那是没有妥协 但是台湾敢不敢宣布独立呢 到现在 门都没有 他们也不敢 他们不敢 那些台独分子 整天喊 其实他们在 我个人看是在捞政治本钱 他们捞本钱 那些政党都在那边找来搞去 很可怜 其实老百姓是被呼咙 我觉得有点难过 所以老百姓在对政治的敏感度要有 对政治的判断力多少也要有 基本你要有认识 所以张大哥在直播世界里面也告诉大家 如果你是支持在野 永远记住 你是支持在野 你不是支持反对党 反对 为反对要反对 不是你和我认为在野党能够胜利的一个坚持 不是 胜败就是中间选民 为了反而反 他们会厌恶 这是很刺激的 每个国家在打选战的时候都是中间选民 你懂法国总统马克龙现在 不懂24号要选的对不对 很快了 他的对手 马克龙被人家批判是一个有钱人的总统 只关心有钱的人 他可能会付出代价你不知道 因为他现在的竞争对手就是很吸引那些普罗大众 只是马克龙还是有他的优点 对手在形象上我个人看是没有像马克龙这样 偏偏好像很有偶像的那种样子 但是他对手是很务实的 好不好会翻盘 因为法国人现在很辛苦 生活都很辛苦 我告诉你欧洲没有一个国家不辛苦 所以欧盟都是这些国家 你辛苦你就想办法高高战 就是要去打战什么来转移视线 这是很不好 人民就赔上去咯 俄罗斯的哲联斯基说什么 可以打十年的跟俄罗斯 俄罗斯没有读孙子兵法 所以他这一次出兵 他也开始 湿到苦头 但是我告诉你 这个仗已经打下去 他不会撤离的 而且我相信他会加快加速加强 所以他现在一直警告 欧洲你不要再 他们给很多武器 你懂英国给的武器 竟然是试验性的武器 你说地对空的导弹 你想想看你拿你英国自己制造的新武器 试验的去乌克兰 当成他们的武器 这种呢 这种巨星真的是 你去想咯 每个国家这样的话 不懂 我觉得欧洲战场 如果真的打起来 算是世界大战 那我们也不要想这些 你会整天吃不着睡不着 不应该是我们的 你大概钱收好一点 不要乱花 小心钱变成橡胶纸 买多一点干粮 看到情形不对 买多一点罐头 替英夫三个月到六个月 我开玩笑 他说新加坡回应接班的问题 确认在下届2025年大选之前 或执政人民行动党 胜出大选后 由财长王寻才接班 他说这个决定是经过 深思熟虑的 人民行动党胜出大选 胜出大选是绝对没问题了 胜多少才是问题 大胜小胜都是问题 胜的比过去好过去坏 都是问题 我先纠正一下我 我那天谈是 人民行动党跟工人党的成绩 他们是工人党是越打越好 我就没有谈民主党曾经 就是说曾经有民主党也赢了 其实民主党强的时候 工人党只有刘成强先生 一个人守在后港 那时候民主党 也赢 也赢 他赢的时候还杀杀 他真的没有想到会赢的 那时候就看得出民心思变 所以那时候民主党很强 后来的民主党已经换了 但始终也跑去别的 另外组织一个政党 因为他跟徐顺前之间的问题 徐顺前用很辛苦的 旅战旅拜旅拜旅战是值得欣赏了 但是我也提过他们的问题 就是这个民主党 他们到现在一个议席都没有 但是他们有很好的战将 来临的 好像那个淡玛雅 那个教授 很有可能 如果跑去 他也是单选去 是输 不知道是单选还是继选 他是可以的 他蛮蛮不错 我个人觉得 那有些是算的 不提了 他说 李显龙说 我也很高兴部长 预员们明确的 肯定了王寻才的表现和人格 不懂 这样的话听起来有点怪怪 一直推辑他成为他们的领袖 我有信心由王寻才领导的第四代 团队将可以带领新大波克服各种困难 为国人带来更多的福祉 既然你这样讲的话 你也要有信心 他可以打赢这场选战 不需要你 就是 当大哥的问卷 现在是越来越多人支持 这个 他们的领军 王寻才 他们 自己打选战 就是4G 领导的 选战的 而不是由李总理去 我的投票里面 现在有47票 选战 很多中间选民 很多中间选民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如果你真的是支持在野 当然是希望 也不一定 如果你是在野 你希望李总理率队 还是希望王寻才在队 也真的很难 一般上都希望说 哎呀 总理的这个李氏家族应该歇下吧 以后有没有不知道歇下吧 但是 所以我觉得我的问卷的对象 很多也是中间选民 我蛮开心的看 我怕一面倒说 全部都是支持王寻才 带领人民行动党 第四代团队出战 在野的人有骨气吗 要打选战 当然是希望王寻才带领 如果老实讲 如果我站在工人党那边 李显龙出战好不好 会不会更好 也很难讲 什么都不怕 怕等下 选举到一半 有人倒下去 又过同情票 那也是很怕 所以如果对方倒 你要倒一个 他倒两个 你要倒两个 身体不好倒下去 你也可以倒下去 就是这样 不然怎样 有时很难 有时选举是很 什么 emotion的 所以这个有问题 所以最好了 2G3G 2G的应该 3G3G 李显龙是属于3G 李显龙总理是属于3G 应该退下 3.5G的也应该退下 然后 因为年轻人 让年轻人做主 带头 所以 根据我的问权到现在 47票还是认为这样 然后 同意王寻才 做领导 成为内阁总理的 觉得非常OK 跟OK的 都有54% 41 13 不表意 是意见的22 不赞成 跟觉得非常不OK的 23% 也是相当 你看这个数目 很多 看张大哥直播世界的网友 他们选择这个 他们是真的有想的 所以我 我告诉网友们 如果你不懂 我在讲什么 就是你要去我的直播世界 的频道 然后你看有简介频道 会员资格 然后一个社区 你进去里面 每一次的影片 我都会放 放在那里 然后我每次有那种问卷 都在里面 你们就可以 做答啦 帮忙一下 支持一下张大哥直播世界 好不好 谢谢 然后有播放的列表 你就知道张大哥有很多 当然有些列表是重复的 一个影片可以 一个影片可以在几个列表里面也可以 大家也不要介意 主要是 希望投射到不同的地方去 请不吝点赞